美商务部长雷蒙多 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圆不断升高的债务危机更成为瞩目焦点 雷蒙多Gino Romano受访时表示 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 他们的房地产业面临真的 真的重大挑战 又单引号 雷蒙多表示 更透明而且更浮长导向 可以让中国经济有较佳表现 随着他们关起没来 法规执行上变得更专断 经济也面临着相当的挑战性 又单引号 举世两大经济体曾是对方最大贸易伙伴 但是华府现在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额更高 北京对东南亚也有相同情况 近日访问中国的雷蒙多曾经表示 美国企业强烈希望搞好美中关系 尽管中国已采取部分积极行动 他呼吁中方言行一致 雷蒙多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 面对全国Fest The Mission 中国正在让情况更艰难 我向中国明确表示 美国企业正逐渐失去耐心 他们需要可以预测而且公平竞争的环境 那是他们应得的 希望中国注意这项讯息 让我们的商业关系可以稳定增长 又单引号 雷蒙多表示 美国公司面临包括无法解释的巨额罚款 针对企业进行突击搜查 反间谍法修正等新挑战 他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 我在与中方对口的所有谈话中都非常明确 直接而且坚定地表示 我直言不讳 完全没有粉饰太平 雷蒙多还表示 他向中国官员提出 自己的电子邮件于8月下旬 出访北京前夕遭到骇客入侵 他们表示 他们不知道此事 还说那并非故意为之 但是我认为我把事情摊开来讲很重要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知道搞那种动作 会难以建立信赖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